這陣子的大家話題都會在 Hyundai i30N 身上 但我們長期間借了一輛普通的 i30 1400cc 和 2000cc Turbo 那輛馬力是差一絕 但由於底盤是一樣 雖然車輪不是19吋 輪廓那麼寬 但給了整個感覺 因為本身的底盤是充滿運動性格 所以車子一樣有那種Hot Hatch的底穩的味道 甚至是踩右那一刻1400cc 但也有一點力氣 不是跑車 但要加速 它也是能給你 很多人都會把 i30N 和 Golf 相互相互論 事實上這一代的 i30N 除了 i30N 真的能夠跑 其實普通版的 i30N 也能夠跑 它基本上都是Hot Hatch 設定的底盤 轉彎抹角很靈活 當然 和最新一代的 Golf 相差 我覺得 它仍然輸了一點 如果大家都是1400 的話 你和 Golf 相差 比 Golf 相差的彎路極限是較強的 現在 i30N 已經很強的 也很有那種 Hot Hatch 那種 你喜歡去一樓 又有彎 咬著地 出彎 那種感覺很強烈 其實要做一個 價錢 過費 已經不行了 現在論車 其實 i30 是有底彎的感覺 你呢 好像我 這隻貓 比我還好 現在是個冬天的 這隻貓 比我還好